老虎被认为是丛林之王 但这个称号是否适用于所有老虎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将带给你一只失败惨重的老虎 在大猩猩手中遭受惨败也许 大猩猩杀死老虎 只是为了证明老虎不再是丛林之王 一只老虎正在狩猎 突然遇到了一只巨大的大猩猩 它的庞大吸引了老虎的目光 老虎正在寻找自己和幼崽的食物 观察后 老虎知道这是一只难以捕捉的猎物 尽管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猫之一 尽管它们的体型庞大 但老虎具有非常好的伪装能力 丛林提供了理想的狩猎场所 它们是强大的捕食者 老虎躲起来观察着猴子 突然间当猎物猝不及防时 它准备好攻击 老虎看起来很冷静 小心翼翼地走着 准备发起攻击了结它的猎物 借助速度和攀爬技能 猴子迅速逃脱潜在的威胁 正是老虎准备攻击的时候 猴子从另一个树枝跳下来 树枝变得微弱 老虎无法抓住 失去平衡之后 它很快落到地面上 不得不离开 不得不离开 两只老虎正在玩耍 当猴子开始靠近时 它们挂在树枝上 给老虎带来麻烦 它们拍打着它们的脸 让它们变得笨 但猴子并没有停止 它们下来嘲笑老虎 让它们在树梢上追逐 最终 老虎不得不放弃 大猩猩经常聚集在一起 进行斗争 攻击彼此的领土 留下血腥的尸体 当它们受到人类 对它们自然气息地的威胁时 它们就会攻击 威胁来自于森林砍伐 或可耕地 这迫使大猩猩 生活在更紧密的环境中 因此 它们会发生冲突 形成强烈的对抗 一只母亲 正在带领它的幼崽 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同时 一群沸沸正在聚集 准备绑架每周抱幼崽 它们计划在快速接近它们的猎物时进行侦查 沸沸现在抱着每周抱上树 避免被母亲发现 幸运的是 沸沸没有杀死每周抱 但母亲变得愤怒 她最终发现 罪魁祸首已经把她的孩子扔了下来 每周抱绝望地寻找着她的幼崽 而沸沸则则在追逐它们的过程中 这不是生活的方式 直到后来 她找到了逃跑的路 当她回来时 她太晚了 幼崽已经死了 她的路 一群沸沸在开阔的田野上生活 快乐自在 但当狮子靠近时 他们就成了丛林之主 所有人都害怕 猴子互相叫喊 试图逃脱和避免柿子的攻击 混乱中 所有动物都拼命寻找庇护所 转行谈判于江東 domin下 学生 地带 引发 攻净 石油 石油 天洋 一只成年沸沸被狮子攻击 由于暴力的行为 猴子们联手计划绑架狮子幼崽进行报复 沸沸窃取婴儿并不罕见 但他们不会杀害他们 而是像拥有他们一样轻易的幼崽 注意到孩子的缺席 狮子的血液沸腾了 他必须爬上树找到他的孩子 他利用了他的力量和锋利的爪子 虽然本能上并不擅长爬树 但他攀爬上去攻击猴子 在树梢上的狮子威胁着猴子 树枝变得微弱 猴子站得很高 但很快猴子把狮子幼崽扔下来 母亲也跟着掉下来 这是狮子的痛苦时刻 我看你ile身边也贴那些 我看看你 这个胸部的可能性 我感觉是验子 谁是要靠他的 费费被认为是猎豹的主要敌人之一 尤其是费费 可能变得非常有攻击喜欢 作为世界上最快的动物 猎豹在非洲很常见 它们可以在三秒内达到95公里的时速 在发现一群费费后 猎豹计划发起攻击 但它们似乎解决性很高 发现了猎豹的计划 迅速逃离现场 在野生动物中 豹和美洲豹很少狩猎猴子作为食物 因为这种类动物的敏捷性和攀爬能力 也因其智力高 追捕它们极为困难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盗友时必须攀爬到树梢上 追逐猴子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费费遭遇了凶猛的追捕 豹子用她的爪子攀爬到树梢 然而由于树枝的脆弱 豹子不得不放弃她的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年羚羊被一只猎豹和它的幼崽包围 它们正在非洲大草原进行狩猎 猎豹很快就能追到试图逃跑的羚羊 它的两个幼崽立刻加入战斗 羚羊似乎已经被判了死刑 它的颈部被致命地往上 然而可以看出 猎豹具有强壮的肌肉和耐力 它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击败猎豹 在战斗中 猎豹忘记了它的孩子 它们很快就落到沸沸手中 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你让它们不够在下吗 你让它们不够在下放 其他的祖方 猎豹 很小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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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成年大象在从林中漫步 狮子已决定攻击它的猎 非洲大草原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之一 体重高达7500公斤 身高超过4米 体型出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下一个场景中 当野牛被发现时 狮子开始计划攻击 试图找到接近它们的方法 当它们接近猎物时 它们从许多方向冲击而来 野牛非常强壮 它们不仅有粗壮的身体 而且还配备了弯曲的尖角 当它们处于攻击性时 这些尖角是不可预测的 如果受到挑衅 它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危险的动物 向豹子和狮子战斗 如果是一群野牛时 狮子都会为它的生命感到害怕 母狮正在带领它的幼崽 进入密室草坪 走了一段时间后 它迷路了 进入了一大群野生水牛的领地 惊慌的母狮抛弃了 它的孩子去堵藏 看到这个机会报复 野水牛开始对幼崽进行杀戮 母狮似乎已经看透了这个事情 现在它必须转移别的地方 它们已经转向虚感大群野生水牛 它们在广阔的田野和岩石山之间 追逐彼此 一段时间过后 母狮召唤着它的伙伴 它需要攻击水牛群 这次它加入了几只健康的熊狮 这次它们更感自信 它们包围了老水牛 孤立它并发动攻击 熊狮跳上背部 水牛立即召唤它们的群体 狮子感到害怕和担心 这时野水牛开始反击 母狮必须回到幼崽那里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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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